拉着行李箱踏出饭店大门 这位国姓男子终于结束居家检疫14天 在防疫旅馆住好住满 14天通通没闲着 拿起麦克风挑战唱粤语歌 还在脸书上和朋友线上互动点歌 自嗨唱得很投入 肚子饿就开火煮火锅 自热火锅超方便 水煮蛋不用几分钟就搞定 家人送来的锅底压血豆腐蔬菜 自己一人大克麻辣锅 没事做发梗涂自于愚人 三合一咖啡包分离咖啡粉糖和奶精 甚至泡面的调味包也统统分出来 但本君说梗涂是假的啦 请朋友帮我买那个巧克力粉 巧克力回来那我自己磨成粉 然后假装成是咖啡粉这样子 28岁郭姓男子在澳洲打工一年半 因为疫情爆发4月1号打击返台 居家检疫14天 4月16号凌晨12点出关 回想当时说自己算是逃命回台 澳洲那边的疫情就是也开始在爆发 然后就是那边的人就是不戴口罩 所以就很危险啊 是有点逃回来的那种梗 有点对对对对 趁着从澳洲返台还帮朋友代购 扛回满满的保养品还有精品包 加减补贴贵桑桑的机票费 还小赚了两万元 但赚钱已经不是重点 能健康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 既有黄讯杜云杰既不失高雄报道